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我们思想,大家都支持的意见就一定正确吗? 我们请思想猎王记上第22章主角是雅哈王 他姓假先知的话,上阵而阵亡 首先我们看到,北国雅哈王跟南国约沙法王相约去攻打雅兰 而他们在攻打前,约沙法期待能够求问先知 就有400个先知跑出来,说一定会得胜 还用了两个铁角来证明上帝所说的是真实的 而且他们打仗一定会得胜 约沙法王听,怎么大家都讲一样 他心里头觉得应该有不同的声音吧 于是问雅哈,说有没有别的先知啊 然后说还有一位,但是我很讨厌他 因为他都说不好的话,而不说吉祥的话 所以我很讨厌他 而约沙法说,不要这么说 我们还是来听听他的意见 于是呼唤了米开亚来 大家都说可以上去一定得胜 连把米开亚带来的大臣都告诉米开亚 说大家都做决定了,你就跟大家说一样的话吧 米开亚说,神说什么,我就说什么 而他清楚的说,神要降下灾祸 那为什么其他400个人都说可以得胜呢 因为啊,有一个神灵在众先知中要做谎言的灵 也就是这400位的先知都得到了这个谎言的灵 他们就说谎话 而这个假先知就很神奇了 就打米开亚说,神的灵从哪里离开我们 到你那边去呢 而米开亚很勇敢 他说,你进阎密屋里头去躲藏的时候 你就知道那个时候就要悔改了 而君王也很生气 雅哈王就说把他下在监狱里头受苦挨饿 等到我回来 而米开亚很勇敢说 如果你可以平安的回来 就代表神没有借我说话 400个人都说可以上去一定得胜 只有米开亚一个人说 不可以上去 神要降下灾祸 结果呢 雅哈王改装 改装 换成一般的衣服 而南国的约沙法王还穿着王的衣服 敌人看到王的衣服 以为他是雅哈就要去追赶 而约沙法就呼喊 敌人就转去不追他了 很奇妙 穿着王服的约沙法 没有遇害 而雅哈呢 他穿着一般的衣服 有随便一个人 随便开工 就刚刚好射入雅哈王 盔甲的缝隙 就这么的精准 因为上帝的预言就是这么精准 人扶着王 王就死在车上 后来回到了首都 在洗车的地方 是妓女洗澡的地方 洗车 狗来舔 雅哈的血 如先知所说 雅哈一生 在人看来 他造了象牙弓 他做了很多军事的建设 但是他不听神的话 最后听假先知的话 落入惨状 他儿子做了两年 行恶事奉巴黎 我们思想有好多人说 可以上去 但重点是神的意思是如何呢 随便帮助我们 不要跟着大家的声音 要跟着神的声音 我们来祷告 救主怜悯我们 让我们有额敬畏的心 拒绝谎言的灵 能够明白神的心 做正确的选择荣耀主 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